我们要再次正告美方 中方正严阵以待 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反制措施 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应该做的是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对线拜登总统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